目前在3LPL的一个胜率还没过50 出场率也没有高起来 但是大家也开始去提防 而且微博gaming是最早在点10版本就使用双赛的一个队伍 他是第一个拿出来这个组合的队伍 直接一场那儿其实我觉得蛮合理的 因为猴子这个版本也有点小削弱 他肯定就觉得能放出来 就他的胜率已经从最早的10版本的80% 降到上个版本的70以后 这几天已经跌过了70的大关了 对 而且对于Selfman来讲的话 猴子跟佛爷哥的优先级对他来看 肯定是佛爷哥更高一点 就从以往的比赛上面看下来 描选 就直接沙皇佛爷哥 然后沙皇这版感觉依然可以摇摆 因为上路打那儿挺好打的 上次帅哥是拿来对抗船长 但那场比赛最终没有取胜 当然对于BLG蓝色棒视角来看 他就要考虑说这首沙皇 他确实是存在一定的摇摆性 那现在有中路的飞机可以选 看一下BLG是想选择 玩飞机这样拖一下中路后期 还是说要选一个立桑舟直接加快节奏 因为这个时候你毕竟选了盲森 其实我觉得快节奏会好一点 直接拿冰女 冰女眼却这样的 还是拿飞机 飞机的话这样就 节奏就会比较慢了 是 两边会要对位的吧 上中也都pick出来吗 还是微博gaming会继续摇摆 那选猪妹的话 那就不摇了 那这样中路就是对着发育了 然后还是要看打野的节奏 但感觉沙皇在游戏的前中的半程来说 还是比飞机拥有跑线跟去远的一个能力 是的 毕竟他前面可以拿到线权 不过上路选择上 我个人就最近有看很多猪妹跟娜尔对线嘛 我感觉猪妹打娜尔还是算是好打的 而且经常会有那种单杀的画面出现 是的 而且打野如果来的话 有很大的概率是比较好抓的 对 很好配合这两个英雄 两边都是队位出了上中也嘛 下路双阵组都是没有亮的 是 所以现在下路双阵组open出来的组合 你看泰坦可能可以搭配冠物对吧 金克斯包含富洲之宝也还在 而必有局者是先把赛娜冲上了边位 接下来还有EZ的一个搭配 但是卡莎当然在整个LPU的高胜率 也是因为对抗EZ的版本来说 是吃到了很多的红利 EZ 凯里斯塔之类的也都还在 而且还有一首就是 Doggle最近玩了很多的艾希 罗娜也还在 对 如果面对上对面选凯斯塔 他会不会拿呢 无限 还是猜猜组合 猜组合 因为毕竟这两个手都没有出下路的话 红色方可以拿到很舒服的组合 蓝色方有可能会被拆 蓝色方会拿到 红色方可能会被拆 被暗这里洛也还在 对吧 洛霞两个英雄都还在 因为松松这里是 是WBG的前三首编位就编掉了 是 MF 最近也是开始有出场了 现在砍下个2-1 以穿甲MF的这种主游 跟春季赛我们看到的MF是一样的beaut 现在要不要 依曾热尔怎么样 对于微波这边斯罗先选的话 给对面的话 对面就是双C的poke能力 其实是比较强的 但其实他们自己拿的话也是蛮配合的 但是 他感觉暗更喜欢洛 对吧 刚刚说洛没有ban掉 就是因为 对 还是要考虑到 他的洛确实很帅 而且他也是能搭EZ的嘛 对吧 当然LCK现在有一个理解是 就如果我拿 我这首四首拿EZ 我后面可以去补个猫 因为如果中期 WebGaming是有优势 那猫发育起来的话 飞机本身的poke能力 也会很大的被限缩 哎呦 BLG的李斯直接拿下 卡里斯塔木木 是的 但是打 打现强的 感觉木木在这个版本被增强以后 延续着点11 开始在LPO吹起的下路 辅助木木的一个选择 你看昨天都是有 ONG这种下路 不搭铺头之毛 搭小炮的这种选项 是 就他已经可以单拎出来 作为一个辅助来上场 好 最后换封补上的是一个二斐流氏 两边的阵容底定下来 感觉选的还是比较 要切合目前版本嘛 感觉点12的版本 更动的比较多的英雄是属于 比赛里面的非常客 对吧 他更新了很多 可能比较冷门的英雄的一些调整 那已经对于职业赛事的影响 没有像点10到点11来得这么的大 但是电竞经理的评分 扎实 这个是 我们那天还在跟腿哥一起讨论说 有没有良好以下的分数 扎实是不是就是良好以下 是的 他刚刚是只有70多 就是可能对于电竞经理这方面的这个预测 觉得 BLG这个阵容拿的没有那么的好 他可能会觉得你下路既然卡 斯坦布组会就拿出来了 然后你打野也拿了盲松了 你可能下半区打得主动一点 结果中路搭了个飞机 又保留一手后期 就换个冰女 就换个冰女 是的 但是如果换冰女的话 上路这个那儿又承担不了 后期开始的重任 可能他们的阵容就是 节奏压力会有点大 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出于这个考量 才给中路后来选了个飞机嘛 可能跟两个队伍 其实他本身怎么说 就是两个队伍的场均时常都长 对吧 就是对于BLG来说 他如果拿冰女 他要有信心在游戏的前中期 可以透过雪球 把这把比赛给结束掉 但BLG想了想 感觉我们跟微博打 好像总会打个三十几分钟 所以那么我还是选一个后期 输出能力更强的一个飞机 来作为中路的核心 对 而且因为他可能一开始 就有把卡丽斯塔纳入选择的 那个 选项里面 对对对 所以他觉得卡丽斯塔在后期 是撑不起来的 选一个大核作为 作为后期的保障 面对对手这个分 强害能力比较强的一个阵容 他后期如果想利用 纳尔队里去牵扯 对吧 出破剑 有点难 也是很难的 因为微博这个阵容选 就很扎实了嘛 然后这种拖后期的双C 上斧 都是有很强的先手的能力 然后打野又是一个佛爷哥 好 那我们进入到了BLG打 WBG一切奥迪的这场BO3 第一小局 目前两边战机2-5跟4-4 一级下路河道这边相遇 两边稍微撂一下标 标记这边基本上人均都点了坚决些 WBG好像是有点设计的哦 想要入侵 昂一个人先上去勾引 松松已经交了第一个Q了 昂过来抬交闪线 昂可能要交闪了 昂也交闪 但走过这边跟闪线以后过去 最后是由Kent拿下人头 而且华本海星这边还在黏着换风 换风也交闪 但Sofen不打算走 他放了个眼 他可能打算偷偷惩戒你的 但是BLG这边也有察觉 是的 而且后这边也是直接走过来看你在干嘛 隔墙已经有眼 然后松松还追着看一下Sofen 确保你是打三郎 没有过来拼逞的一个 很严谨 蓝Buff也是拉到这种 你惩戒不可能隔墙惩的一个位置 那这样的话WB WBG的一集团 入侵反而是把自己下半部 你看现在双招已经交掉了 只剩换风的一个进化 这样对打野的考验其实是蛮大的 WBG这边 因为下路要被推陷 上路也要被推陷 如果他时刻要预防对面打野的入侵 就好在中路是个飞机 对吧 中路这里可能前期是推不过沙皇的 所以这波飞哥也是 刷完自己下完圈这两组之后 直接来到了上面 这只能说还好盲森后续没有继续反野的一个打算了 也是因为自己中路飞机现在拿不到线权嘛 直接进去会有点危险 而且他一集团也是把闪线给交了 是的 他现在没闪进去找一个有闪的佛爷哥在野区 也占不到便宜 还是回家整理一下自己的一个上半部的一个野区 而下路这里 对线的强度当然应该是以背游巨的双人组来为更强 嗯 往前面阵亡过所以还没上二级啊 露了第一波兵线 主要我还觉得那个位置逼了木木的闪 其实WBG应该是没有资本再进行强运进 对 但主要如果退的没有办法 因为他一起学了W 他们有一技能拉回来 就如果他退的话只能第一线闪现退啊 这波瞎子是有一波gank中路或者是入侵对面红区的机会的 他没有选择入侵 夏季赛的对位啊 飞机跟沙皇飞机是5比2 没有选择入侵主要还是因为可能中路这里的线权是拿不到 嗯 而且自己没有闪现还是稳一手 毕竟沙皇也是一直捏着叶不太容易gank到 万一被反蹲到可能就很危险了 嗯 诶 安久带了慧琴的话 这个线上的压力还是比较 是的 因为这把也是比较少见的那种飞机面对沙皇的话 沙皇没有去带先弓发育的一个打法 就是想去抢线 因为这两个英雄互打 我们在下季赛看到的大量的对局是都带着先弓 都带着先弓互相发育 Sofen的打野前期其实是有点小烈士的 他这波是被发现了 然后他回城出来 一定是去刷那个三郎的 三郎在四分十秒的时候可能大概就会出来了 是 就他的路径上面对于BLG来说是比较可预估的 对 呃蓝色方已经开始标记了三郎的位置 已经拼了一个问号 对 因为出来只能刷这个了 对 要不然你没有别的眼怪可以刷 你怎么能千里迢迢跑来我的施架座 哈哈哈 反映还是比较依靠那个刷野的位置 是 只要还是一级团烈士 然后自家的蓝是被BLG直接反掉 对 然后他也没有上中的线群去 中路有 但上路没有线群去支撑他换野区 嗯 上路帥哥这里 第一条命的蓝已经是打空了 虽然 补给品对吧 就血量应该还是非常的充足 但可能还是要回家交TP了 嗯 或者是拿饼干再多撑个一两拨线 波菲哥下来 直接被视野看到了 是 虽然是茫茫焦土出的河道 但是有一个蓝色帮的视野 Ken这边已经想过来直接动超分了 但满血要直接灌死 难度还是比较高 就打残了 这波 B2G的打野可以入侵到F6那里 哦 他没有选择入侵 因为飞机要回家 嗯 其实感觉直接去也可以 因为沙皇这个状态也并不是很满 对 F5是交过一次TP了 他们选择了粉衣手 他还是选择粉衣手 是 感觉 丽亚说的没错 这波其实是一个入侵的机会 因为 SOFT已经是被打到 刚刚是下两三百点起了 嗯 对 因为沙皇当时半 半血不到也没有什么蓝 就可能还是我们在聊聊那个问题 以及为什么阵容的预估上面 电竞经理并不青睐于别有剧蓝克帮的阵容 嗯 就其实是中路给到前期节奏上的支持太少了 就飞机这个选项 但是后选飞机打沙皇其实也蛮常见的 主要沙皇不容易在六级以后直接找到单人回拳推的一个机会 这波SOFT有点危险 有点危险 他察觉到了 对 连刘欣松都已经是离开了下半部 来到了上半部来准备抢这个线 嗯 BRG这边的选手可能有研究过SOFT的刷野 他是比较 呃 仰仗于个人发育的 所以如果 野怪刷新了不让你吃到的话 是能大大影响到他的节奏 对 就刚刚以上中的那个线权 其实SOFT那条河蟹过来 想争的话是有点危险的 嗯 但最终也没有给BLG打到机会 对 一级交调的技能现在都已经是好了的 双人组从一集团以后 其实也没有给到太多对拼的一个镜头 目前的状态保持都是相当的不错 因为两边AD都带了进化 所以打野来 第一波要直接等的是得手 要看辅助开得好不好 嗯 上路暂时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很好的机会 那SOFT这把其实比较难受的 还是他自家的眼区受到入侵 然后打野都受到影响 也连带的会让 你看Shire哥现在已经是7级了 但他并没有任何的时间去上路 去抓抓阿兵 对 但JUMAI有个好处 他亲切的能力还是强 对吧 纳尔琦琦现在也没吃到上路防御塔的肚层 就将近要快吃到一层了 因为可能换别的坦克上单 现在纳尔可能至少已经吃个一层半了 是 不过感觉微博等到骚封上六可以考虑上路 找不机会 因为这两 中备控制还是比较十足的嘛 下路Q到了啊 但洛是很灵活的 就感觉木暮 加上图头之毛 两个人要在下路直接打出限杀 面对对面的组合也比较难 得先逼一波技能 因为WBG这边下路很明显的不想跟你对拼 前面来帮飞机抢波线 峡谷前锋已经刷新了 刘青松也往中路靠了一下 是的 刘青松现在已经来到了中路 但是纳尔的怒气不是很好 是的 纳尔应该是刚变小 直接开选择直接开了 现在还没有开始可以跌路 开始跌了 WBG应该是不接这波的 因为AD是靠不过来的 AD这时候正在B 而且松松这标准的八分半左右 去跟POPP中路去分享一波兵线 看能不能上6 但因为AD也来了 三人分线上纪念 好像没有让慕慕顺利的上6 但BLG的视角可能也知道对面 不打算来战这个先锋了 是 感觉微博这波确实也该放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 这个时间点跟BLG接正面团的话 有可能会出事 毕竟现在沙皇跟F64 都还没有很好知道伤害的能力 而这阵容也现在 没有人能扛得住前面的一个伤害吧 然后带有先手点控的帅哥又过不来 是 现在在上路也没有现权 上路想办法守护自己家的一个杜城 但与之交换的就是微博机这边 直接动小龙 因为二分流失是换过装备出来 有机会杀吗这波 双腿冰给点火 那儿跳小冰 W竟然是被阿兵闪现躲过 但阿兵的血量也很危机 所以最终也没有继续追击 但是盲身来了带着先锋赶过来 而且德赛是没有TP的 直接闪现T强接Q 这波连招 完全不省技能 兵线还没进来 但是Lashire的血量实在太低了 是的 而且本身不带闪现的主妹面对 有闪有眼的盲身 这波双位移确实没有什么 挣扎的机会了 BLG再拿下一颗人头 哇 感觉今天新上场的打野小将 我觉得他对打野的位置针对的特别好 因为他们在一级的十五之后 在WBG一级的十五之后 一直在抓Sofen的位置 Sofen是一直暴露在BLG这边的视野下的 然后就连带着让WBG这个原本可能上路就不好兑现 下路不好兑现的局势是等不到打野的 嗯 对 而且Sofen这把是比较详细的佛爷哥的出装呀 他好像要出 他只感觉直接破败 但破败的话容抽率非常低 对 就破败然后神话装转肉的那种 朱爷哥的一个出法 滑板鞋利用自己的小滑板鞋 滑掉了圣大增场 刚刚是找了一波松松不在旁边的时间 幻风配合昂想去找找机会 应该只是尝试一下 不然昂可能会直接开大去留人 是 毕竟凯斯塔也是有进化的 所以先W试试 你这个赛季Dogo跟幻风的线上打法 都是在LPO的射手位里面偏稳定的 就偏稳健的那种 是 不是双人组会打得特别凶的 上路这里一丸 但没有卷得焦大 Sofen的位置还没就位 等于先打一波碎冰耗波血 这波就换下血 因为正好娜尔也变大了 现在也没有那么好杀 是 最好的机会还是要等娜尔变小 但冰线往前推 感觉阿斌也没有太大的危险 视野已经看到了茫茫焦图了 中路准备放先锋了 然后把下路也叫过来了 嗯 只要察觉到了Sofen的一个位置 嗯 Ken也明白 这个先锋最好还是养一养后期的大哥 他们想蹲一下 看看阿尔会不会来支援到中路吗 稍微等了一会儿 他只能不能也知道双人主在迈古塔 他就放了个眼就溜了 对 毕竟这个防御塔前面的血量是沙皇在镇守 非常的健康 那WBG可以卡一下这边的位置 卡一下双人主回来 对 但也只是卡一下 对 因为昂这个升板 是吧 如果阿木木愿意舍得Q玩交R 你还是要被副头师帽灌死 嗯 是 木木也是一身控制啊 昂这里水银血已经在手了 就木木那个QRQ的连招 这个控制时长非常的可观 但WBG这个阵容 它往后拖 你感觉打左边 需要处理的问题 还是这个飞机 带了炸药包 跟你打正面团的时候 虽然你后期是有一个沙皇 有一个恶飞流失 在下波小龙的点 我觉得WBG 还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街团的时间点 因为飞机有炸药包嘛 对 但是毕竟一龙换到一千锋 对吧 所以自己的龙节奏上面来说是 不会被四条拉满的 就他们起码可以多拖一条龙的时间 给自己的双C去发育 而且两条伤害属性的龙是已经刷掉了 对吧 龙魂至少不会在伤害属性面上产生 是 上路又给到镜头 帅哥这边其实后方并没有打野 一打一感觉打阿兵完全占不到便宜啊 得走了 第一个水平打完阿兵直接向前交一 Q竟然也命中减速再打一套三环 罗西亚这波血量已经是升三层了 就一打一除非像那种塔前的机会 这波微博局下面的人下路的已经回城了 然后看他们这波的动向是确定不要这条小龙的 我打野直接往上面靠了 嗯他们默认是放小龙 然后帮德塞缓解一下压力 是的 虽然 罗西亚这边有TP 但线一直被送到塔下 嗯 小龙半分钟 然后再过20秒钟会出先锋 看一下WBG这样有没有办法把先锋附近的视野 就中路偏左河道的视野给布置一下 如果我要选择放掉这条小龙 这波瘋瘋直接讲到这个快递 超级快递带出来 现在是11级的一个飞机 上方等级略为领先 领先的幅度应该也非常的小 龙已经升了 下路只要不被击杀就OK了 是 就稍微赶你一下 让双人组织边过来看 是 而且这波兵哥也是比较稳吧 自己队友的下面区控和 控这个小龙他是直接选择了回家 是 然后也是没有给到微博 可以在趁这个时候再上路 尝试找机会的时机 就现在Sofen已经在 BLG的蓝剧里面建立了视野 对吧 就是应该准备就是准备打二先锋 但是好像BLG这边不打算放 他把辅助叫过来 看AD回家过不过来先锋 对 他的飞机载药包应该还可以再握个十秒钟左右 没了 好像已经用掉了 用掉了 BLG把AD也叫过来 那这波 峡谷先锋团是不打算放给你的 就想把前进节奏拉满 嗯 换风没有过来 所以WBG又选择放掉了这个二先锋 他们抓到了Sofen刚刚 补自己发育的一个动向 因为Sofen吃了蛤蟆之后 就没有时间再吃峡谷先锋了 如果他是直接动峡谷的话是能吃掉的 对 而且可能最好还要再多叫一个人来 对对 那下路这里原本拿红包刀正在推防御塔的换风 被踢下来的阿滨 阿滨在旁边 阿滨这个位置 一打阿滨去自己交伞中了秦辉燕丽 换风直接交伞 阿滨倒了 阿滨有点上头了呀 他不知道他不在附近 WBG终于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是的 还是拿到了一切塔 人头还拿到了一切塔 收分等级反而比Kent这边高了一些 毕竟这把稍分几乎没抓人 对对 他一直在捕发欲 然后Kent这边有在努力的去找一些节奏点 16分钟了 他有通关天灵过吗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对吧 对对 我印象中好像没交过 但是也没问题 他们这个阵容打到后面也是 就是 就前面都在地战的 这是打野性格的问题 有的打野就喜欢赌一波 但这个二先锋撞中外塔 我说对于WBG来说还是比较伤的 嗯 因为我觉得他们自己拿这个二先锋 能不能攻克BG中外塔 不是那么的重要 但他要尽可能的延缓 自己中外塔掉的时间 对 因为自己中路是个沙皇嘛 木木被眼睛擦出来 但是回程已经最后的0.5秒 水龙魂的一场比赛 BOG这里 看一下能不能提点数 这个阵容 虽然后期还是有个飞机 但你已经知道对手的心里面 就是想尽可能的往后拖 那这种时候你想希望 你希望对手露出破绽的最好方式 BOG这里要想办法 是加一点压力 嗯 一加拳手直到给了 直接给到了我们今天夏季赛 OP有首秀的CAMP拳手 还是上的自己是弱 比较灵活 不要紧这边的发力点 还是要看野辅 就现在如果要找机会 只能看野辅 对这个时候双人组也是一直在中路 给到兵线的压力 哇烧烧粉这边是直接当保镖 让Android下路 先利用对面的下外塔 盖了一个沙子圆盘以后 把兵线送到对面的内塔 其实你可以看到 WBG这把的视野 做的还是很好 相当好呢 微博的一个分支视野 也是17支队伍里面最多的 你看昂这把的视野得分 已经65分了 就是他大量的离开了自己的AD 但这把他的打法上面 队伍是希望拖的 所以他没有主动的去 因为有些 比如说阿木木辅助去跑线 他更多的是想要去抓人 但他这把就是一直在河道 一直在危险的地方去做视野 是 然后自己被遇到的时候 就用过的灵活星跑 对 所以地图上可以看到的 虽然是 视野基本上很难固执到两边嘛 但是他们依然是点亮了全途 基本上 这也让你看 BLG现在是防御塔持平 人头领先 但经济始终没有拉开 嗯 而且 Andra刚刚已经 这个沙皇的发育 因为下路这波 烧粉又保了他 推了一波大线 他刚刚应该是在道具栏上面 已经显现补刀赏金了 像这样拖到后面 我觉得WBG这边的胜率 是慢慢地往上 就至少避开了 对面双人组的一个强势 嗯 哎 再蹲阿斌 阿斌没有闪的 而且是纳纳尔机动性变低了 而且完全没有队友 而且阿斌没有闪 还有一个大 再打一个睡兵 痛冠天灵 第一个痛冠天灵来了 中后斯托芬 顺利地得手 那这一波顺势应该是上台可以拆掉 但是标记在下路想找机会 汪汪在前面跟闪现 直接勾勾到了沙皇 这一个大招跟上 狗狗没有被进行这场推到 但是没有办法再继续追击 Andra 选择佛佛是带着大药包下来 昂斯隔着墙往左边逃 是 佛佛这个位置好像也暂时不太好飞 因为已经被视野看到了 德赛是直接踢到了Andra旁边来进行一个保驾护航 但是德赛是没有大招的 所以这一波要跟BLG接可能是比较难的 应该是要放掉了 龙放掉 中路也不敢蹭塔皮 那这波阿斌一条命换一条小龙 然后一个TP 等两边都有收获 对吧 昂斯铃进来 硬控一波 单独都收起了 刘青松直接往前砸灯 冰激木木没有大招 好 反走青约会越宁过来 幻梦身上去点满了一个折击 但是看到盲身的一个威胁 幻梦也没有继续追击 因为WBG现在 我感觉他们还是想要避战的 嗯 这波打状态 然后看有没有机会 利用通臂的650码的射程 来压压中路的防御塔血量 但波波很快的就把兵剑给清掉了 这波也是打出来兵哥的一个闪现 然后打TP 后续想要去反野 但发现对面有点多 但是这个篮有没有机会反掉 这个蛤蜊不太好反了 应该要走的 对 这边有没有爆炸果石的点一下 节奏还是非常的慢 两边的经济也始终没有拉开 21分钟刚过 以9分钟过后 就BLG要拿到这个水龙魂 它最快的时间点也要落在30分钟 这个时间段应该都是双C可以来到三件套的 甚至三件半 带一个鞋子 感觉两边现在还在试探 也可以感觉出来两个队伍确实在这个赛季来说 并没有办法打那种连贯的血球进攻 还是想要以后期的团战来分 比赛的胜负 上路坡不找到一些机会 单打Angel 打掉半血 但沙皇还是过于灵活 Ken跟昂这边扭打在一起 稍本也是过来 两边在想三条小虫的一个视野 这波就是为了掩护飞机来拿上路的外塔 比游鞋现在觉得我这个阵容 可以开始拔一拔外塔了 中外塔拔掉 但两条边线的外塔都还没拔 是的 因为其实按效率来讲的话 已经算是略慢一点了 因为中外塔拔掉几分钟了 现在两个外塔还都在嘛 所以野斧直接上来帮我保一下 中外塔是靠着两条先锋直接撞 对 但是昂和Sofre玩得很大胆 他们AD和中单其实刚刚是在家里的 如果真的开起来了 这个是有点 对面人比较能跑 他们要被杀可能就是得看有没有回旋梯 对 就是装一下 让你知道我后面可能有人 对 毕竟现在BLG的视野始终没有办法 顾到WBG的野区里面 对吧 就还是那个问题 你要打进攻BLG又比较偏运营的队伍 他一直是希望有进攻视野来支持的 他们一直在保上方的红区视野 如果这个视野被对面被BLG站住的话 其实中上的线是不好推过去的 这把死亡 死亡的守卫数量远超于两边的人头数 对吧 就这个草丛里面已经死了多少眼了 你们只考虑你自己没有考虑过眼的感受 又在排这边的眼 这边要动手了吗 大招给 Dogo直接打爆裂球火过来 这波暗姿终于劈死了 操本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交了自己的闪现大招 帮忙交主藏在塔下 赛哥也是TP过来保一下 一面BLG有后续的动作 这个三角草丛两边就为了这个草丛里面的视野 拉扯了将近有半分钟的时间 可能不止 但这波没有暗了 正面会没有辅助给到视野的支持 BLG直接大龙线B团吧 这个时候直接打到底的话 我觉得也挺危险的 打到底的话就要开 就B团为主了 副头之毛跟惩戒的配合 轻规晏宁洒进来 正面冻住了阿斌 阿斌虽然怒气是满的 但变不了大 阿木也倒下了 这波WBG 是成功的阻止掉BLG的一个大龙决策 而且现在人数上是优势 在这边还想追一下吗 但感觉不好留 还在甩着自己的一个连加 但是中路的防御塔还在 WBG会不会选择大龙B团呢 轮到WBGB团了 阿斌复活车20秒有TP 但这波打大龙速度并不慢 沙皇加上二分流失 虽然刀是没那么好的 没有白刀 但是有个红刀 大龙感觉已经来不及了 那WBG是反而在 上路这个 争夺视野的过程当中 倒掉了辅助 但最终他们拿到了 本场比赛的第一条大龙 还是打大龙打得太伤了呀 这这个位置 其实我是感觉 微博的人过来之后 BLG其实可以拉出来去接团了 男生摸了一下 嗯 而且 把散花散过来 我看了松松是被通B 就是通BQ挂到了飞机 然后他那个营业A的副武器 把金森刚结束的阿嬷给 Q想丢人没Q到 但这个位置 稍微是得交通关天灵拉走的 这位置是被卡住了 队友第一次跟不上 角龙已经刷 对了 是的 而且顺势微博这波还可以有机会 尝试摸一下这个中路的一塔 因为飞机的状态不是很满 但落这边直接往前抬 没有抬起来刀子 是 但毕竟大龙大法 还有一分半的一个时间 这波BLG虽然听牌了自己的水龙魂 但因为状态不好 有可能被对面的大龙 直接拿掉中路的两座防御塔 是的 逼了一下位置 这两个塔应该都守不了 而且退完之后还可以转下 下落那塔应该也是可以拿掉 甚至竹梅一个应该可以拆了 带着高血量的一个竹梅 她这一发爆破 爆了大概有四五百点的防御塔血量 这一波打完 BBLG虽然是没有阻止听牌 但是经济面上面是血赚的 而且这中路两个塔拔完之后 他们下一个小龙的位置 就没有像这一把这么难挤了 没有像这一波 有沙皇在里面推到了盲生 但盲生最后摸右边的眼 溜了 然后冷帅应该是一路追着盲生 追到了下落内塔前方 但是盲生还是比较灵活 最后还是跑掉了 直接Q过来一个大招 由其中交闪 就这把感觉阿木木 跟DOGO的腹斗之矛 打到这个时间段 自己主动的那个面向 已经是丧失掉了 又现在正面知道伤害的能力 微博这边已经起来了呀 洛飞六四也已经三件套了 洛飞六四也已经三件套了 总感觉VLG的中期 出的事情比较大 他没有平板的实物 但他当时的那个打大龙的决策 其实就直接把前面累积的小小优势 给了打BBG一波盛世的机会 是的 对 其实在上路三角炒那里 他们是赢了的 对 他们先杀了昂的辅助洛 对吧 但是后续的大龙反而给对面拿了 对 但是那一波 因为Dargo和刘青松用掉大招和开团手段之后 他们扛塔扛的太多了 那个时候开团的只能等阿兵变大 但是阿兵也被撩住了 对 所以他们没有再留人的手段了 他们开大龙有点小失误 然后后面BLG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他有点想着补 对吧 他觉得那我只能 祈求这个水龙魂我能拿到 然后在对面大龙buff还有两分钟 刚整补一步出来的时候 他们选择要挖掉这条水龙 龙是拿到了 但是自己撤退不了 而且你的阵容是必须延长战线 让飞机去poke的 就那一波 WBG从自己这样的蓝色方爱口杀出来的时候 他们的血量 五个人基本上都是保持九成以上 就是你的飞机根本没有poke时间 对 然后也没有什么炸药包好的 封路的这些配合都没有 然后人员站得非常分散 飞机戴的两件套是直接出了守护天使 那接下来就看水龙魂的这波决战 能不能带着炸药包 水龙是慢于二男爵大概十秒钟的重生时间 就几乎算是一个同步刷新 现在沙皇在上面带 然后奥恩也是在野区给他去做了一些保护生的视野 标记也没办法去尝试抓沙皇 就现在的问题是换风的装备已经可以逐力进来的前排了 很豪华了 而且后后这把第三件还是选择做的复活奖嘛 就可能说下一波团的时候 他会有想要去利用自己的被动去分割一下地形之类的 我觉得他得早换风换命了 嗯 但他现在伤害能力确实还不够高 纳尔这边直接推了一下帅哥 想抓一下勒帅 但旁边骚本也在 勒帅先打住自己的一套被动以后 甚至其量剩一半 选择是劈走了骚本 想硬把勒帅给收掉 但勒帅这边还是扛住了 白手又拎住了阿兵 阿兵变大 就是波波赶到这边 把勒帅给删掉 阿兵的血量也很危机 这边上面再一个千载优越破败 王剑拿到了这个人 都轻微燕灵 撒进来 拿到了三个人 哲晋已经到手了 这波第六局要先行撤退 等换风车浪的哲晋续不住 一个红道Q往前哗 有刮到一下英雄 所以哲晋还可以再续个几秒 狂风向前抢AK 但是手长不够 那这个哲晋最终是续不住了 嗯 最后还是打了一波一换一 第二季想要尝试去抓一下下路带线的猪妹 但是确实猪妹好肉 而且飞哥志愿是比较及时的 沙皇这边也是第一时间 跟飞机两个人都踢了过来 所以是一波瞬间到场的五打五 是的 是一波抓鞭 原本是上野的2v2 对 但骚芬这里是来得慢的一点 哎 Android的位置有点危险 但毕竟是个沙皇 流沙一行之间 逃往的F6处 哎 F4也是没有直接交这个被动去追 因为还是要留着一会儿去对这个龙共手 是的 他们准备是放小龙去给大龙压力 觉得水龙的这个位置已经被对面给占了 但是微博这边 做得也蛮好的 对 二斐刘是很肥 去单把这个水龙给拿掉 剩下的队员是直接站在十字路口处 稍微忙交土 后面有Lashai 在打大龙 但这个大龙的速度明显不够 真面目想逼团 Android直接危险的check一个草丛 自己一进的拉回来 F4被掐出来了 F4的炸药包感觉也不能再握多久了 有开团的一个机会吗 阿兵的目击不错 进去找到幻风 F4这边要三千段幻风 他成功了 成功地找到了这边的AD 而且自己实际上是有守护天使的 就算幻名也没有问题 大招是单推 推到云炫 以后处理到了稍微那个佛爷哥 最后是Dofo拿到了这个人头 F4抓住了这波的机会啊 他明白这样出张的飞机 他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找对面的ADC 一命换一命 而且正好换后这个手保 名装只有一个小隐魔刀 但是微博几个人 后续还想继续去打扰一下 对面打大龙的节奏 Android有大有闪的 是有操作空间的 Android还没有选择进场 大龙已经先被拿下来 Dofo反而是幕幕闪现出来 大龙青收这里换掉了对面 沙皇的一条命 Android倒下以后 蓝下这张全部被擦法的毛 一级人直接给减速 没有想要拼斩杀 飞机配合了自己AD的一个输出 还在打 阿斌翻过来一个碎石 没有抛到 这个碎石抛到的话 有机会把蓝下给带走 来看一下正面 其实阿斌这里是阳攻 是 但这个阵型的微博 确实位置不是很好 他们被卡开了 声东极西 而因为Ken身上有隐磨刀 而且正好也是当时 换风的位置这边是有视野 把他发现了 主要还是 微博Gaming这边 他没有 没有跟着AD走 因为沙皇他自己有位移 他在那个地方 他是能稍微稍微一下 是的 Android也有位移 但是AD是没有的 他除非交闪 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是 沟通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对 主要可能那时候的专注度 都觉得前面大概八成怒气的阿斌 是准备要进场大招了 对吧 没有人注意到自己家的ADC 是脱节在战场的一个左侧 然后被飞机找到了 利用炸药包直接 单点几破的一个机会 也不算单点吧 因为当时盲身也是跟上了 补了一点输出 但BLG也是成功的拿到了 第二条的一个男爵 两边各拿一条以后 BLG的一个前推机会 三座内塔还在 看能不能拿到两座内塔 中路直接让飞机来Poke 有什么 放台 抬到Kent 没沟通好了 接到大招 大招交了 这波感觉控制接的话 那要 Android要得进场推啊 是 你弱的致命的开团大招 是已经交掉了以后 BLG可以稍微前压 主要还是在牵扯下路 阿斌在磨 出妹的一个防御塔 但阿斌变大了 这种时间怒气变大还是比较尴尬 还是希望小形态 变回小形态 下路内塔是可以稳收八百 那男爵之力 已经要来到三千八了 中路这个塔也是有机会拆的 并且现在血量也不多了 中间沙皇在让位置 应该是要把他给了 内塔在吃 哇 那种男爵之力 四千五啊 一波经济又反超 两边 几乎持平吧 现在这个境界 是的 感觉 如果 小龙在一分十几秒后 WBG拿这把就是七龙珠举 而且我觉得 下一条的男爵也不一定能结束游戏 有可能是一场 远古龙的史诗大对局 大家也问一下珠珠人 就是你觉得两边的阵容 对吧 就是 真的打到那种40分钟 你更看好哪一边 我还是看好右边 你还是看好右边 对 因为右边有两个大盒嘛 左边他其实只有一个 而且在左边纳尔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 他如果没有怒气 他其实是推不出那个大招 他没有珠妹一下来那么有作用 不如珠妹来得简单 对吧 虽然自己的上限是很高的一个英雄 对 水龙马上升 但这BLG是因为上一波的大龙buff的一个前压 现在是占有比较好的一个位置 但这波AD 泛风是没有闪现 闪现还没转好的 身上有进化有狂风 对 BLG这边是肯定记了时间的 是 帅哥觉得自己比较肉 刚刚有猪皮过来硬扛着对面草丛里面的Pork 想要抢一下河道的一个饰演 阿斌变大也是在威胁着WBG的一个位置 WBG是先把中路的兵线往前保 泛风也是切换成了红白刀 开了黄冠想开吗 按这边时间 进入过去过去 但Dodo很快地招了自己的一个进化拉开 大招再出来 但是有精灵球可以回收 把松中回收以后 慕慕不敢往前 只能往后飞出来 因为慕慕的血量也不是很多了 但阿斌一直在侧面给压力 阿斌的位置很好 慕慕也有一波QR闪的 一个空缺 是的 MuMu现在还留有控制的能力 而昂这里可能是只有一个EW的机会 推空了阿斌 但罗帅扛在前面 龙氏回到了龙坑里面 但没有回血 这时候BOG是想要直接把龙给拿到 感动把威胁被排 龙氏已经被盲身拿下来 手中央拿到这时候BOG抢 义友恩上一个回拳梯 回拳梯回来 二斐流失倒下了 幻冯倒了以后 那这样的话就是BOG的一个追击机会 阿斌直接往前 Andra一个大招 你会以待死交伞直接过抢 A9流沙一气空中被副头之毛的普攻 追尾之击杀 Ken这边还在黏对面的一个昂一级 稍分 自己开一个秒表拖时间 Dougo用力后小兵滑过来了 有没有一个Q技能 但是昂也是赶紧清五层撞 拉了一下稍分 这个Q的距离可能不够 最后是只有福也活下来 那正面兵线已经到了 而且标记还有五个人 30秒才多 应该是 对应该是一波的 他们这边没有守线能力了 那没有打到 七龙珠 因为这一条的龙 最后是被BLG拿到 拿到了一个水龙魂 服也的伤害能力不够 A9虽然用自己的大招来出来拖时间 但是BLG这边知道 只要拆门呀 不理辅助就行了 因为天忆摸中了 魂音机跟过去 把A9的人头收掉以后 上半这个位置 也没有办法再拖 最后我们要恭喜BLG 拿下了BL3的第一小局 恭喜BLG 是吧 也是 有点跌宕起伏啊 一开始BLG拿到了 算是比较不错的优势 但是一波大龙的决策处理上的问题 让微博去把 烈士搬了回来 但结果同样是因为大龙附近的一波 他们又重新打了回来 就像我们下期间 对美和牧 could 我们下期节目的 节目的